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郑成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英雄人物,他勇敢无畏,为国家的存亡和复兴而奋斗,然而,在他留下的丰功伪迹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临终前下达的残忍命令,杀妻杀子杀孙,然而他却先一步死亡,他的死也成为了一个谜团,令人深思,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建议网可以知未来,喜欢请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郑成功的绅士,要想知道郑成功的死亡之谜,就得从他的绅士说起,很多人都知道郑成功是明末清初的将领,民族英雄,但其实,他是在日本出生的,他也是很多日本文人吹捧的对象,同样,他的死也和日本有着大的关联,郑成功,福建南安人,明龙五帝,层次姓朱,明成功,因此,后人也多成功, 称其为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之龙,早年一伤一蹈,最后官至福建总兵,郑之龙早年旅居日本贫护室,与当地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郑成功,郑成功七岁时,从日本返回中国,开始接受儒家教育,父亲祥亲,母亲死亡之谜,顺治元年,南明永利皇帝,册封郑之龙为南安博,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次年,郑之龙,郑皇帝, 洪葵兄弟在福州奉名唐王朱玉建为帝,年号龙武,郑之龙被册封为南安侯,负责南明所有军事事务,清军进军福建之时,郑之龙降清,龙武政权也随之灭亡,然而,就在郑之龙离开福建南安不久,清军将领薄落便违约,继续南攻,直取福建南安一带,在战乱中,来不及逃走的田川松 惨遭清军的侮辱,最后,田川松上吊自杀,当郑成功匆匆率军赶到时,清军已离开南安,面对死去的母亲,郑成功悲痛不已,黄宗熙的《刺性始末》中记载,成功大恨, 用乙法剖起母腹,出场敌讳,重纳至乙殿,也就是说,郑成功用日本人剖腹的方法,将母亲的肚子破开,取出内脏,用清水洗净后,再放回腹中,以此还她清白之身,之后,才予以隆重下葬,不过,关于田川松的去世,还有另一种记载,在守山正义所著的《平凡语录正式兵话》中,便记载了《郑之龙归降》,但田川松却和郑成功却投身到反清的大业中,田川松被俘后, 清军将领顾山见她容貌秀美,欲对她形辱,田川松健壮,大骂不止,并从怀中掏出匕首,要刺杀顾山,顾山大怒,于是拔剑刺穿田川松的肚腹,而田川松则窥然不动,任血流不止,仍骂个不停,直到断气,不管田川松究竟是怎么死的,但她性情刚烈,由此可见一般,比起郑之龙,毫无民族大义,屈膝投降清朝的行径而言, 她虽是个日本女子,却对强盗一样凶残的清军,毫无畏惧,这无疑身体力行地告诉了郑成功,什么是血性,什么是骨气,收复台湾,后来,郑成功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坚决抗清,清王朝几次三番派人右翔,都被郑成功拒绝,郑成功强大起来后, 与抗清将领张黄岩联合起来,率军分水路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是中了清军甲投降之际,兵败退回厦门,郑成功回到厦门后,开始筹划攻占台湾,以此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恰在此时,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亭斌,赶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何亭斌还送给郑成功, 一张会有荷兰侵略军军事力量布置的台湾地图,公元1661年3月,郑成功派他儿子郑京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分成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大军越过台湾海峡后,在澎湖休整,准备直取台湾,荷兰侵略军,为阻止郑成功军队进攻台湾,将军队集中在台湾和赤倩两座城堡,并在港口沉船, 以此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郑成功在河岩滨岭航下,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洛尔门,登上台湾岛,经过激战,荷兰侵略军惨败,归缩在两座城里不敢应战,他们一面派人到爪哇岛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试图以十万两百银换取郑成功军队退出台湾,郑成功断然拒绝了荷兰侵略者的要求, 并且采用切断赤砍城水源的方式,迫使盘踞在赤砍的荷兰人投降,对盘踞在台湾城的侵略军,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公元1662年初,郑成功将荷兰侵略者赶出了台湾, 郑成功死亡之谜,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却突然暴病而亡,年仅38岁,关于郑成功的死,有这样的说法,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同时, 也接到凶信,说他父亲被家奴一大气告发,一大气称郑之龙和郑成功之间不时有书信往来,图谋不轨,请朝廷震怒,将郑之龙全家处死,郑成功听到消息后,垂胸顿足,望北痛哭道,你要是听我的劝告,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不久郑成功又得知,叛将黄吾在自己家乡挖了正式祖坟,郑成功更是垂胸拍案,整天哀伤痛哭,他咬牙切齿发誓说, 人活着结下怨恨,与死者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有一天我领兵打回去,我不一寸寸地将你碎尸,我就枉作人间大丈夫了,郑成功的愿望在十四年后实现,郑经攻陷张州使,也挖了黄吾的坟边师,替父亲血了恨,公元1662年4月,南明兵部私务林英,薛法为僧,从云南逃到台湾见郑成功,向郑成功哭诉道,皇上也就是永利弟,听信奸相马吉祥, 逆弃李国泰之话,必居缅甸,现在吴三贵公免,免亡已将皇上献给吴三贵,听说已经被吴三贵杀害了,郑成功听罢,更是痛哭不已,郑成功天天登高跳往澎湖方向,有传来否,因而患上风寒,到了第八天,突然发狂地喊叫道,无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 继而用两手抓面而逝,所以,台湾通知上说,郑成功是死于感冒风寒,此外,有人说郑成功是由于狂怒而闷之致死,有的说是身染干预病症,内伤外感,又缺药物,终止死亡,还有人说,郑成功得肝病,肺结核病,恶性瘧疾,流感等。 外国学者乔治·菲利普甚至认为郑成功是得了骤发痴狂的疯狂病,也有人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寻找郑成功死亡的原因,当时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与如母通奸生子,郑成功下令将其处死,郑经惊恐之下,竟然想要和清军妥协。 这是性格刚强,且崇尚礼教的郑成功,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郑成功乃为人毒害,急要中说,郑成功当时的病并不严重,病重上座胡床,盘论人莫知其病,汪日生的台湾外籍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在他死的当天,他还登台观望,然后回书室,请太祖祖训出边月看边饮酒,如此,谁会相信他是病死的? 因而,林齐全先生指出,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况,以及当时郑氏集团内部的矛盾,可以推断郑成功是被人用毒药毒死的,林先生进一步分析了郑成功被人害死的理由。 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很多危险因素,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生活尸检,对郑成功十分畏惧,兄弟侄子辈中的郑太长期掌管郑军的财政大权,拥资数百万,虽得郑成功的信任,但是却心怀叵测,郑太一心想让郑成功在困难和打击下自败,结果不仅没有如愿以偿,台湾反倒在郑成功的努力下形势大好。 这当然是郑太感到不安,如此,他孤注一掷毒杀郑成功就是有可能的了。 此外,郑成功平时纪律严明,赏发分明,性情又十分暴力,使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在内的很多人被处以急刑。 这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恐惧,人心惶惶,下最容易引起解体和离心,旗下长距主人多思叛,结果不少人在清政府的高官后路下叛逃, 另一部分很可能会铤而走险,支持和参与阴谋篡权,甚至谋划杀害。 根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暗杀郑成功的活动不止一次。 据说清王朝曾多次收买政治局内部的人来实施暗杀,有一次收买了郑成功的厨师,计划在食品中投放孔雀屎来毒杀郑成功。 后来,此事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逐渐反对势力对郑成功的谋杀阴谋是存在的。 另一个疑点是,马信的死,马信是清朝的降将,后来投靠郑成功任都督,便得到了郑成功的信任。 他在郑成功死后神秘死亡,郑成功去世的当天,马信曾经建议医生以为众属投以良计,当天晚上郑成功就死了。 人们分析认为,马信很可能直接参与了谋杀郑成功的行动,至少了解一部分内情。 谋杀的主谋者收买了马信,事后又来一个杀人灭口,以防止其泄密。 几文说,郑成功死时,面目皆抓破沈云,所有的这些记载都可以看作毒性发作时的症状,明海纪要还记载说。 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承跳跃,一劲被郑成功扔到了地上,然后顿足抚音大呼而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 可能郑成功当时发现了有人在毒害他,只是为时已晚。 临死时的杀令 郑成功临终前,曾下令杀死自己的妻子、长子和长孙,命令下达后,没有人敢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因为郑成功要杀的人都是他的家人。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谁敢在这种时候去杀郑成功的妻子和郑家的世子和一个还在墙堡中的婴孩。 郑成功听说,没人执行自己的命令大怒,只派了自己的堂兄郑太执行此命令,可是郑太同样也不愿意执行此命令,虽然郑太是郑成功的堂兄,但对于郑成功的妻子和儿孙来说,他也不过是一个外人,而且郑太还有自己的考虑,郑太便禁言,劝郑成功收回成命,希望郑成功只杀一个叫陈昭娘的女子,这个女人是整件事的诱因。 陈昭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是郑瑞的乳娘,郑瑞是郑经的弟弟,按理来说,郑经犯下的也不是一定要杀头的罪名,之所以郑成功一定要杀子,杀妻跟郑成功的性格也有关系。 郑成功性格刚烈,执拗,忠君爱国,道德观念极强,深入骨髓的那种,在他眼中国大于家,生育大于生命。 所以他认为,郑经和郑瑞如母属于乱交,是家门不幸,如母属于八母之列,是大不孝之罪。 虽然陈昭娘并不是郑经的如母,当时,郑经和陈昭娘私混在一起,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取名郑克桑。 郑经知道父亲的为人,起初只说郑克桑是自己与妾氏所生的儿子,最后被人直接写信告到郑成功那里,此事才彻底告破郑经的郑七名叫唐乐了。 她的祖父是唐显月,曾任兵部尚书。 郑经和唐乐乐也算是门当户对,郑经对所谓的政治婚姻并不感兴趣,对唐乐乐没有丝毫的兴趣,却对陈昭娘情有独钟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此事后来被唐显月知道,唐显月也是一个性格执拗,不畏强权的人。 唐显月知道此事后,立即修书一封给郑成功,在信中严厉斥责了郑成功,令郎侠而生子,不闻斥责,反家奔赏。 此至家不正,安能治国乎,郑成功收到信后,差点被活活气死,这才立马下令要杀掉郑经,陈昭娘和董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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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